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今集會繼續同大家跟進現在關口那邊的最新狀況,因為政府這邊已經出了好多警力,甚至海關都派了好多人去到關口水貨街那邊做掃蕩,我們現在一齊看看影片先。 好了現在的影片是網友幫我拍的,親身去了關口那邊,看到了其實這邊現在也有好多人在這裏的。 但現在水貨街前邊那裏,剛剛看了一看就見到也有警察站在這裏的了。 因為網友跟我說,就不要拍到警察,不然就被人問話,所以就剛才要避開他們的項頭。 那現在看得到,這邊走過去是沒了人的,清了牆的,平時的數目都在拿破的。 不買了他們說不買了。 不買了他們都說。 上到來現在都是比較乾淨的。 啊唷,這條街上都拉了封條啦。 你能看到啊都拉了封條啦。 這邊我未試過看到因為要這樣打擊水客而拉封條的。 還有我聽到有人說現在見你拿貨警察就會去找你登記你的身份資料 如果是勞工的話就登記藍卡資料 捉得到你是走水貨的話就可能會切藍卡的啦 這邊都是水貨街來的都是猜測啦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在這跟進了這邊的最新情況啦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心裡有數的啦 今次政府對打擊這邊的水客應該都是很大力度的啦 為什麼今次會這麼大力度呢 其實都很簡單啦 因為今次出事的不是澳門人 即是確診的人不是澳門人又不是澳門的農工 而是拿著探親證的人 那麼這一點我相信是很多市民 甚至是我們普通人不是走開水貨的都會生氣的 所以政府又出這麼大力度去打擊他啦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如果有什麼想說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 拜拜